學太空人登月兩位成為117億 以前去月球旅行可能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現在只要出得起錢就有機了 一個由美國太空總署LASA前員工開辦公司 計劃買一些現成的火箭、著陸器等等的專業太空設備 搞過私人的登月之旅 那團計劃在2020年前出發 目標核制就是南韓、南非、日本等國家 他們說估計可以開到15至20次團話 但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呢? 各團兩個英女幣已經高達117億元 究竟這個世界有多少人比得起呢? 上月球體力依然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